还有大家舆情的反应 你们试试看 我们第一次发言五分钟 那也让剑拔奴章的氛围 可以降低一点 眉头深锁再深深叹一口气 主持傅昆奇领先提案的 花东快建设条例三案 朝野协商韩国瑜语重心长 第一次设发言刹车线 但一询问三党团意见 又马上火车对准 这个不是人家 验人才是放眼泪 没有次数限制 一共共和防疫 道理要讲清楚就好 今天中华民国不是只有 一个案子两个案子 三个案子要来协商 一个制度的建立是 真的是不容易 我觉得院长要大破大力 你是提案的 要主持储尔协商 你像这个所有角色上 你要更中立 光是讨论会议规则 就花了一个小时 韩国瑜不断打岔 想找回主导权 却淹没在口水里 因为不光自己 与江启臣都被列入 共同提案人 民进党团更质疑 这花东快特别条例 要求编列两千五百亿 在交通委员会 却只审议短短三分钟 而环岛高铁要驾上兆元 却只审查六分钟 另外第三案 国道东沿 要驾八千亿起跳 但委员会只讨论了 一分五十秒 加起来花不到十一分钟 就进入党团协商 委员会分三天开会 total的讨论时间 只有十分五十秒 我们是在弥补委员会中心主义 被践踏的那几次会议 瞒天要价嘛 要多少钱 你家的事 我人多数 提了就算 清朝时代走的路 我们现在还在给花东人走 花东快 是赖清德总统 到花莲所承诺的 民进党炮轰 根本是三大前坑法案 没有遵循交通建设的评估程序 朝野协商炮声隆隆 但这可信性 似乎交通部也摇头 三党已做好协商 拉长准备 但恐怕已在口角中 模糊焦点 华信用刘亲张震杰 三众报导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 YouTube频道